大家好,小狮子今天又来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,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云墨家族成员了 小朋友们,你们知道这个字母应该怎么读吗? 嗯,你们去医院拔牙的时候 是不是对要张大嘴巴 让医生能清楚地看见我们的牙齿呢? 嗯,嗯,嗯,嗯 我必须张大嘴巴 对呀,小朋友们 所以,我们的云墨家族成员字母啊 要张大嘴巴一起跟我啊 张大嘴巴啊啊啊 就是我们的云墨家族成员啊 那,昨天我们是不是学习了声调歌呢? 让我们加息我们的声调 把我们的啊一起大声地念出来吧 啊啊啊啊啊 小朋友们,是不是很有意思呢? 一个啊就能变化出来四个声调 让我们再来念一遍吧 啊啊啊啊啊啊 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咯 记得点击关注我们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